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王子 接著一部影片跟大家分享的 這台超魚的烏龜用的內置過濾器 不曉得大家去看過那部影片了沒有 那今天就是要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使用的這2、3個禮拜的一些心得啦 那首先我真的覺得他真的非常好用 我現在幾乎都是一個禮拜才換一次水 那可以看到有時候這個水色會變成這樣滑滑的 就是它裡面那塊白米已經過濾到非常髒了 那就告訴你可以做這個清理的動作 去將它更換掉 那水可以將它換掉 就跟養魚一樣 可以一個禮拜就換一點點 三分之幾或一半 然後添新的水這樣子 那再來就是它真的非常安靜 可以看到幾乎沒有什麼聲響 可以看到水流呢 是有在流動的 而且還蠻強勁的 這個就是它所產生出來的 這樣的水波這樣子的蠟 可以看到我的魚跟烏龜呢 都活得蠻健康的 那我現在是這樣子的 幾乎是一個禮拜才做這個 換水清理的動作 如果水中環還蠻乾淨的 其實可以超過個禮拜再換 也沒關係 那由於是因為有養魚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一個禮拜 更換三分之一 或二分之一這樣子的水量 那就直接用 洪吸管 去抽 那抽完之後呢 直接添我準備好的水啊 直接倒進去 因為珠溫錦其實對水的 抗性也蠻好的 就直接這樣子倒進去 其實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那個水呢 我也是有將它已經曝氣過了 那放在室內 所以就跟室溫的水溫是一樣的 直接倒進去是沒有問題的 那可以看到呢水有點這樣子黃黃的 就是告訴你呢這個 白綿呢就要做更換的動作了 那更換真的是蠻簡單的 只要將這一個 地油管呢 移開 我們的這個 白綿呢 加拿起來 然後呢我們的新的綿呢 就這樣子 直接這樣放下去 我們的 地油管放回去 這樣就完成了更換的動作了 是不是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真的 非常安靜 所以現在呢 都是用這樣子的模式呢 去做換水處理的啊 所以我真的覺得它非常的靜音 安靜 那過濾效果又非常不錯 那真的 就是可以直接達成 魚啊 跟我們的烏龜 共生這樣子的空間啦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簡單的跟大家分享 這一款 過濾器 目前使用 下兩三個禮拜的一期心得啊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是尼芳士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 再見囉 掰掰